好,接下來方正老師來講的是第十五題 第十五題說,對每一個x,或者說對所有的x 這個是項O O的道型 道元 所以這個就是對每一個x,或者對所有的x 對所有的x來講 x平方減掉這個 再加這個恆正 顯示二次 二次函數恆正 二次函數恆正的話 它的領導係數要大約0 它的看別式要小約0 利用這個就可以去求M的方位 好,那你要來說 所以這個二次函數 恆正 所以你的領導係數是大約0 那一本來就是大約0,這個不寫沒關係 而且你的看別式 看別式B平方解釋AC B平方解釋4A A沒有解釋 C15M平方解釋2M-7 判別式要小於0 所以 所以 這個就不會很難看 看見這個不會影響 這個地方你發現到 你的 平方的之後 如果平方等一下 平方的之後它會變正了 跟真的一樣 然後第二個 二的平方是變4 這邊有一個4 兩個都有4 那我就是整個 不等是左邊除以4 右邊除以4 所以一個正數 這個的4不用變號 那 這4就會跟它約掉 由跟它約掉 所以 這一個 就剩下的4 4M-0.8 那把它展開的話 是16M-0.8 -8M-1 好 然後減掉 這個已經不見了 好 我就直接約掉了 然後 然後它就是把它 直接展開就好 就減掉15M平方 然後 然後這次減掉正 然後 不減掉正 然後 它小而已 一樣照樣小而已 因為 出一個正數 不用變號 好 所以你再把它整理一下 就會得到 總分是不是現在因為M-0.8 -8M加兩個M組6M 加1加7 加上8 這個剛好不確定 可以分解成M加4M加2 那M-2 M-4 它是-6 M-2 M-4 M-2 M-2 那我們就知道說 這個 等於領的話 一個2 一個4 那 用的 略知數的係數 都是正的 所以你就可以從前面 正 復正 一直寫下去 那我們要小而已 就是中間正的部分 所以 M就介在 2跟4之間 好 那沒有等到 所以這裡沒有等到 好 那我們 這個沒有 對應沒有限制 所以這樣子就好 好 這樣的目的